刚才那个下个那个山林问了我的问题啊 正好都到这了我就直接说了 呃我们刚才画这个图是吧 我说了这边是什么 是一个这个这个关于一个方法整个执行过程中所需要使用到的内容是吧 那么他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名词啊 我把这图改一改啊 pictures我重新 哎呦我不是还得打开呢 我重结一下 哎 开呀 哦 我重结一下 加上一句 他有个专门的名词叫什么呢 我们叫他战争结构 战争 哪个真呢 这个真啊 战争结构 什么是战争结构 就一句话 战争结构实质上就是 一个关于方法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所需要的相关内容 好了 那么 这个东西是从一个微观角度来看 它包含的内容有这么多 那么从一个宏观的角度看是怎样的 你看这啊 我把这个图 重新保存 替换掉我们刚刚的这个 注意啊 战争结构 好了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就是这样的 我们是不是讨论过渣渣当中的存储区域啊 我们说有哪几个区域来着 虚拟基带 然后呢 呃 堆 堆 还有个方法区 是吧 好 其实这个方法区啊 说细点的话 我们应该叫它mate space 啊 原空间 原空间里边有的才是 这个所谓的方法区 听到了吧 方法区里有什么呢 方法区里边有 运行时常量池 运行时常量池里又有什么呢 字不串是 说的太对了 那明确 方法区里边实际上包含的部分不止一个 当然还有没有 还有 我告诉你 还有吗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 呃 类指针压缩空间 啊 类指针的压缩空间 那是跟对象结构相关的 啊 然后还有的是 这个 本地方法的缓存空间 就是 基于HubSpot 这样的一个 啊 高性能的虚拟基 为什么叫HubSpot 为什么叫热点 是吧 就是基于他具备了一个热点代码分析的能力 啊 然后呢 这个热点代码分析如果我们发现它的调用次数比较频繁达到一万次我们就把它从字节码本件再编译成本地平台相关的二进制 那你一定知道我们执行字节码和直接执行二进制还是有执行差异的听懂了吧 但是他不会把每一个代码都转成二进制 对不对 因为要考虑到跨平台 但是呢 基于这个代码在你当前平台下利用率极高 明白吧 我就再做一次变异转成二进制在你本地运行就快了 听懂了吧 哎 好了 这是一个结构 其实重点不在这 在哪呢 在这个虚拟基站 虚拟基站当中既然也称为站 是不是意味着他同样也应该具备一个后进先出的特点啊 好 那他压里边压的是什么 记着 这个还叫做 last in first out 后进先出 好 那这个虚拟基站里存的是什么呢 存的都是 战争结构 听懂啊 刚才我们是不是看过微观的战争结构 微观的战争结构就是伴随一个方法的执行相关内容的执行存储 对不对啊 好了 那么现在从我这段程序来看 我有个主方法 我有个M1方法 是不是我就应该有配套的两个战争结构 而每个战争结构里面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都应该有刚刚我们看到的局部变量表 操作速战 程序技术系 听懂人意识了吗 哎 好了 这是一个微观 打开一个是这样的 那么宏观的角度 它被整体的 叫做什么呢 战争结构 那么伴随着你的程序执行开始 是不是战争结构应该是 先是给MAN分配一个战争结构 他里边的内容就跟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 好了 而MAN在执行过程当中 是不是调到了M1呀 那这个时候就意味着我得先执行M1的方法 等M1执行完了 回到我这儿 是不是再执行 那实质上他就是又压了一个战争结构入战 听懂了吗 而这战争结构此时他是谁 M1 而在我看来 M1此刻才是我整个虚拟机站的站顶 也是我当前方法 什么意思 这个是站顶 也是我现在主要操作的方法 对不对 你现在程序流程在M1里边 是不是他就是站顶 你是不是就操作他 而伴随着M1的结束 M1就出站了 谁是站顶了 MAN 那么是不是程序流程就回到了 MAN 能想明白这个事吗 所以从微观的角度我们看到了 那宏观的角度 一个战争结构就对应了一个方法 一个方法的调用开始 战争结构产生压到虚拟机站中 一个方法的结束 战争结构从虚拟机站中出战 然后呢 出战之后 是不是调用他的方法就变成战典了 那就等于把程序流程交缓匪的调用者 听懂这意思了吗 可以吧 哎 好了 那 这个图我也保存下来 这是从宏观的 是吧 来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叫 加吧 呃 就叫JVM的存储区域 是吧 以及 我们的 这个 JVM站的 JVM站什么结构 里边包含什么呢 战争结构 可以吧 好了 这个图 也放在这儿吧 所以 宏观 是这样的 对吧 一个方法调用 来一个战 微观上一个战争结构里边的 就是这样 包含了几个主要部分 形容的是一个方法整个的执行细节 有问题吧 好了 这个事我也就说完了 好 嗯 好 好 好 祝他 好 优优 好